I'm not ashamed to all my Lord nor to defend His cause Maintain the honors of His worth The glory of His cross 巴兰的第四个预言是什么 你好 今天中共巴兰者过圣经将学习民宿记的第24章 15到25节并回答这个问题 下面我们先一起来念一下 他就提起师哥说 彼儿的儿子巴兰说 眼目闭住的人说 得听神的话语 明白至高者的意志 看见纯能者的意象 眼目睁开有葡萄的人说 我看他却不在现实 我望他却不在近日 有心要出于雅阁 有战要心于以色列 必打破摩雅的视角 毁坏捣乱之子 他必得以东为基业 又得丑里之地 西尔为产业 以色列并形式援杠 有一位出于雅阁的必掌大权 他要除灭城中的渔民 巴兰观看亚玛丽就提起师哥说 亚玛丽源为诸国之首 但他终必沉沦 巴兰观看基里人就提起师哥说 你的住处本事兼顾 你的巢学 坐在盐学中 难道基里 难而基里必自衰微 直到亚树把你掠去 巴兰又提起师哥说 爱哉 神行这事 谁能得火 必有能成长从基体界而来 苦害亚树 苦害西伯 他也必自沉沦 于是巴兰起来回他本地去 巴兰也回去了 那么巴兰三次通过上帝的启示 祝福了以色列 巴兰的第三个预言 是关于以色列未来 将由上帝提供的幸福 巴兰对巴兰没有诅咒以色列 而是三度祝福了他们 感到很生气 所以他就把巴兰给打发走了 然后巴兰还有一个预言 这是巴兰没有要求的 这个预言将关注 以色列周围的国家会发生什么 因此即使巴兰没有去要求这个预言 他应该注意到 他的话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神正在应验 巴兰之前所说的三个预言 那么在圣经当中 当我们看到预言的时候 有时它是最有双重的含义的 其中一种可能是污渍的 另外一种是来自精神的 或者说 有时一种是在较近的未来 而另外一个是在较远的未来 那么在明书记第22章 我相信是最有双重的意义 一个是污渍的 一个是属灵的 巴兰首先说 承认他所看到的是来自上帝的 这不是巴兰自己的知识所解释的 那么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因为这个预言并没有遵循 取代预言的模式 比如说要设立祭坛 动物的献祭 因此巴兰可能会指责说 巴兰是自己在说话 但这个预言的开头 展示了 巴兰声称是直接 从上帝那里说话的 巴兰说 他看到了他 但不是现在 像我们表明 这个预言是针对未来的 在那个未来 有一颗星将会出自雅阁 有一根纯杖 将从以色列升起 那么星星通常是 代表一种统治的力量 或者是国王 就像这里一样 而纯杖 代表着这个星星 将拥有绝对的权威 这个星将会击大 摩亚人的头 将占领以东人 并毁灭亚马里人 那我注意到这里 提到的三个民族 亚马里人在离开埃及 后不久 就与以色列人作战 而以东人和摩亚人 在以色列前往耶利哥时 拒绝以色列人 通过他们的土地 上帝要为此惩罚这些国家 然后我们会发现 基尼是叶特鲁的后裔 摩西的岳父 不会被彻底摧毁 然而当亚述到来的时候 这个国家的另外一个名称 将成为亚述 他们将被俘虏 而当主要这样做时 谁又会成又会活着呢 那么这可能有两个行义 它的两个行义 都应该是正确的 第一个意思就是说 这在未来已经是足够人了 没有人听到预言 还会活着看到他 那么第二个行义 则是更为不想 因为当神做这件事的时候 几乎没有人能逃脱 南俄 亚述和后来的巴比伦 在这里有西伯代表 不永远同志 因为传之后一种塞浦路斯海 就是在地中海使出 并折磨他们 塞浦路斯在这里代表着两个王国 这两个王国都可以说是这样子的 做的 亚历三大大力同志之下的希腊人 当然还有罗马帝国 那么这两者都合适 所以说我也没办法猜测是哪一个 那么征服摩尔亚 以东和亚玛丽人的雅各之心是谁呢 在十字上方面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预言在大魏王身上应验了 因为大魏征服了所有这些民族 正如桑木尔纪西亚第八章十二到十四节上 我们展示的那样 但在属灵方面 弥赛亚耶稣将是最终的实现 他将是从雅各中心起的君王 他将被赋予所有的权力和权柄 并征服所有的十字王国 因为他的王国将永远存在 并且比任何十字王国更大 所以说是的 大魏可能是十字上的满足 但最终的满足是在基督那里 巴兰完成这个预言之后 巴兰和巴兰离开了 并回到自己的地方 但对于他们还有更多的内容要说的 我们今天的学期就先到这里的 接下来我们会放三周的暑假 并且在八月二十二号的星期一 回来继续接下来的学期 希望大家到此加入我们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